来,各位观众,啊,霸乱,啊,在我们直播间,耀武扬威,啊,要来乱杀我,好救你,我们先来看他的阵容,这把我希望古董杀,至少得有一个,啊,来,有没有,机械前锋先知飞行家,今天飞行家上排位了吗,我都不知道,今天飞行家上排位了, 这个阵容有一说一呢,这个阵容打到中后期就是被阿爸乱杀呀,上来还找到机械师了,机械师这边为了宝娃,他自己是吃乌鸦的,这边的话把这个娃打了,一波飞飞机械师,暴胡开局,直接放个乌鸦,往机械师那个方向一飞, 太舒服了,这开局啊,你先知给鸟这机械师都没有用啊,就这个时候拖时间已经,除非后面前方能打出一波神级节奏,逼这个宽冠,完了, 这个属于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机械师啊,为了宝娃,前期自己身位上面给到了一刀机会啊,那这波打完基本上阿爸已经,我都不知道他该怎么,我都不知道穷者现在该怎么平,你们知道吧, 这个局是一个什么呢,这个局是一个开门战有双船的恶梦啊,就现在穷者但凡他们要选择来救这个机械师,就属于是给,给这边的恶梦送,没法打,这个恶梦,哎呦要救啊,这个恶梦这边的话最好就不要救了,虽然说恶梦是个单刀,哎呦这前夫还没博命, 先知道鸟还要交在这边,不交在这边这个机械师直接没,你交在这边呢,说实话,这个鸟交了也保不活这个机械师,讲道理啊,这局其实穷者卡着卖掉不救这个机械师,我觉得开门战但凡留有一些道具还能打一打,那待会再看一波吧,现在主要是什么呢,这个恶梦已经到二阶了,这个恶梦到二阶发生质变, 这个追击能力,后续我感觉就是这个飞行家套鸟都不一定扛得住啊,待会我们来看一下飞行家牵制啊,算机子,总量上面来讲是修了三台,这边,哎,可以,飞行家,但其实他可以不抓这个飞行家的,抓这个飞行家呢,说实话,会给到一些机会,毕竟飞行家作为这套阵容里面现在牵制力的一个大点,一波直接飞, 走,拉开一波距离,可以,那算了吧,别跟他玩了,跟他玩真的不好打,他这边选择去抓先知是很香的,对,找先知,好的,第一刀有了,你要给掉,嗯,这边直接交闪都行,直接交闪都行,破板子,破板子有点慢,他直接交闪,打完一刀以后跟, 因为这个点的话,他凝视很快,是可以快速秒掉的,先知的飞轮在二阶恶魔面前几乎没什么作用,这边交闪了,交闪了,赶紧交,你这闪现不交,这闪现说实话得交啊,你这闪现不交容易让出一个三人开门战的机会点来, 还是交了,哎,他这技能CD是出问题了吧,这闪完以后为什么没有CD啊,这个应该是显示错误吧,他总不能是个bug吧, 嗯,这边,这台机子修掉,然后墓地的机子,或者是,那个,小推的机子,如果前锋能够卡半救啊,且不吃伤害,那我觉得还有一点点,还有一点说法, 这波前锋拉开,不要管,不要撞,就让他挂,然后拉球撞救,这里前锋拉球撞救,撞救完以后帮忙扛刀,掩护,有没有说法,是换位,换位其实不太好,他们这波换位的话,让这个飞行家来救,其实过程当中,这个换,我感觉直接修会更好一点, 因为恶梦是可以乌鸦去控场的,他这边看情况,待会我飞前锋都行啊,飞轮往前顶,好,这边直接跳,跳到椅子边,机子还不够,想打针队,要救下来帮忙扛一刀,哎呦我,直接飞前锋, 啊天啊,第一波不救啊,第一波机械师那波不救,我觉得可能还能打一打, 就这样吧,太绝了,都是咖啥到的了,你们自己发现了,你们自己发现了,我们自己发现了,uding得还要遍了,你们自己发现了,这个转型的游 Excellence,这边是要演出的。